木村信望了我半场,道,我和锦上先生的交情十分好,他在电话中告诉我,我可以完全相信你,我点头道,可以这样说,木村信来回夺了几步,从他的神情上来看,他心中像是有什么重要的隐秘,想对我说,而又不对我说的模样,他夺了好一会,才道,你想知道什么,我可以肯定, 这句话一定不是他真正想对我说的话,他真正想对我说的话,还未曾说出来,这是可以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来的,我当时,自然不知道他的心中有什么隐秘,便道,我想知道,那天外来物究竟是什么东西,木村信道,你为什么要知道,我将纳尔逊给我的身份证明,取了出来,让木村信过目,道, 我是受了国际警方的委托,不但要弄明白那是什么,而且要将已失去的那天外来物找回来,木村信听了我最后的一句话,面色突然一变,双手也不由自主地震了一阵,那一阵,使得他将我交给他的证件, 也跌到了地上,他一面连声对不起,一面将我的证件使了起来,交还给我,在那片刻之间,我的心中,起了极大的疑惑,为什么木村信一听到我说,国际警方要找回失去的天外来物,便这样吃惊呢? 当然,要我立即回答出来,是不可能的事,我假装绝未发现他的神态有意,续道,原因是一个秘密,请你原谅,因为锦上先生说起你对天外来物的特殊意见,所以我才来向你做更进一步的了解,要请你合作, 木村信仰投降了片刻,道,严格地说,那天外来物究竟是什么,我也还不知道,但是经过我多方面的试验,我听到了这里,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头,复述他的话,道,多方面的试验,木村信欧迪一声,道,是,是,在未曾装入箱子之际,我曾经研究了很久,我觉得木村信的态度,仍有可疑之处, 但我仍隐忍着不出声,只是问道,那么,你初步的结论,那是什么东西呢,木村信道,我已经向锦上先生说过了,那是一座十分精密的导向仪,是应用于太空飞行方面的,至于如何用法,我也不知道,我承认自己的知识太贫乏,我侧着头望着他,那件天外来物,从照片上看来, 也的确像是一座精密的仪器,但是,它却已存在近二百年之久了,那怎么可能,我问道,木村先生,你难道没有留意到天外来物在井上家族传下来,已有一百八十年之久的这个事实吗? 木村信大声道,当然我知道,我又道,那么,你是说,在一百八十年之前,已经有这样的科学水平,去制造这样的精密仪器,并应用于太空航行方面?